24号上午,习近平在济南市听取了山东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,对山东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。 习近平指出,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,发展新制生产力,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。 要着眼国家战略需求,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,新兴产业培育壮大,未来产业超前布局。 要积极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,大力推动自由贸易区联动创新,建设好制度型开放示范区,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,精心打造重大国际交流合作高能级平台。 努力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。 习近平指出,山东是农业大省、粮食大省,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,全面推进乡村振兴,提高村庄规划编制,大力发展现代农业。 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,延长产业链,提升价值链。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,推动实现粮食增产体制,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,拓宽共同富裕路径,推动农业增效益,农民增收入,农村增活力。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丰桥经验,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,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,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,巩固农村和谐稳定,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。 习近平强调,山东要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,要坚定文化自信,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,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以国际孔子文化节等为载体,深化文明交流互建,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。 感谢观看